這主播可以看到橘黃色的光點 是劃破了黎明前的黑夜 在遠方的建築群 發出了巨大的橘紅色火球 宛如太陽升起般 來襲的飛彈卻不只這一顆 這是在烏克蘭首都基輔 當地週三 天還沒亮 就至少發出了三次爆炸的巨響 這是來自俄羅斯導彈的攻擊 而根據法新社的報導 是在當地凌晨五點 就至少聽到了三聲巨大的爆炸聲 儘管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在基輔上空是摧毀了 超過20架無人機 還有飛彈的目標 不過還是有部分飛彈的殘骸 是調到住宅區 結果是至少造成了兩人喪命 還有一個人受傷 基輔防空部隊表示 今天的密集攻擊 是春天以來針對基輔 所發動的最猛烈襲擊 而且在天亮之後 其實基輔市區 還是到處冒著濃煙 因為搜救工作還在進行當中 俄軍這波飛彈攻擊造成的死傷 還可能進一步增加 以上最新消息 主播